上個禮拜有談到 之前中國大陸股市 他們互盤的方式一直不太對 為什麼不太對呢 因為他一直在用丟糖的方式 給糖的方式 就是我給你糖吃 你不要哭 不要鬧 可是到了最後 大家發現這個給糖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有提到 就是講說 一直給糖是不對的 而且這些空頭一定要小心 因為中國政府他一直給糖 你還是不停的再下跌的話 他下次再出來的時候 就要給棍子了 所以結果他真的是給棍子 公安一出來 立刻就抓到這些放空的人 至於說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 就是他們現在 中國大陸這些掛牌的公司 要開始復牌 那復牌的話 會不會對他們的股市 造成殺傷力呢 初期第一波復牌一定會 為什麼一定會呢 因為大家都跌怕了 所以一看又打開了 開始反彈了 一定會有賣押出來 可是呢 如果說只要他能夠擋住 第一波的賣壓 後面再來復牌的人 都不敢再 大家都不敢再賣股票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很有可能會被軋空手 這個賣股票很可能會賣相對低點 所以呢 第一波的這個賣壓 這些復牌的公司 他一定要挺住 他只要能挺住 並且展開軋空手的一個走勢的話 那麼後面復牌 再復牌都沒有關係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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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